好 那我們先請這個庭浩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這個非融就業 它每一季都會有一個往前面 前一季要做一個調整 那這一次的調整大家嚇一跳 為什麼突然之間調出了 80萬人這樣的一個數據 到底會不會有影響 這一次是直接把過去一整年的 總數值進行調整 所以它調整的幅度稍微大一點點 那這一波調整的幅度 是高達80萬人 那這80萬人看起來雖然很多 但是第一件事情 市場原本高盛的預估值 是要調降100萬 對 那為什麼在非農就業數據 有如此大的調整 我們可以把它簡稱成 校正回歸 校正回歸 為什麼 因為過去幾個季度 在統計的時候 好久沒有聽到這個字 對 幫大家回憶一下 那為什麼會有 這樣的一個調整現象 主要就來自於 過去幾個季度 甚至在過去三年 美國在就業市場 出現了結構性的改革 所以這一次的調整幅度 比過去歷年都還來得大 就是因為大量的非法移民 正在湧入美國本土當中 我們統計的非農就業崗位 統計的是職缺 至於是誰來做 不重要 反正你有開出去 有人在做這個工作 有產出 那就算寄一個非農 但是美國大量的 非法移民的湧入 會導致誤差值的體現 那第二件事情 是在後疫情時代 我們看到就業形態的改革之後 也形成非農就業統計的誤差 比如說第一 很多人開始work from home 但是很多時候 這個時候已經不介入到 非農當中了 第二種是屬於在後疫情時代 大家開始堅持變多了 有時候做一下這份工作 有時候開個Uber 有時候去加油站工作 但是他可能只做一兩個月 非農就業數據就一直在上頭 所以造成在統計當中的一些誤差 這一次經由大幅調整之後 現在的非農還是在正值 說明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業市場 是不像過去兩年這麼強勁 但是還是比2019年來得好 所以即便現在失業率 可能已經觸發了薩姆法則 但是目前第一 就薩姆本人來看 薩姆法則即便已經發酵 也不代表衰退會立即來臨 第二件事情 我們現在看到的失業率的上行 有兩種角度 一種是企業不需要這麼多的員工 所以企業需求的下滑 就導致失業率上行 但是另外一種 是大家正在預估的 就是如果海外移民不斷的湧入 不管是合法還是非法 供給一多 那失業率上行是很正常的事情 它不代表對於美國GDP 有重大影響 甚至GDP可能還保持在擴張期間 但是因為人進來太多了 必定會造成部分的失業率衷高 所以現在我們要觀察的是什麼 我們要觀察的有兩個指標 第一是接下來Jackson Hall 很快鮑爾就要針對 當前的聯準會的貨幣政策體系 來發表相關談話 他會不會針對這麼大的 非農就業的修正來做表態 這是第一件事情 或是他就輕描淡寫的講過去 沒錯 那你就知道 這些數據接下來 沒那麼重要 沒那麼重要 那第二件事情 是接下來有沒有可能在九月份 到時候公佈 八月份非農就業數據的時候 會不會回到均值 因為我們都很清楚 七月份非農就業數據 是進行大幅度的下修 比原本前一個月前值 所以接下來要觀察的幾個指標 第一 就是薪資通膨 現在還在政治 增長3.6% 有沒有持續下行的軌道 只要持續下行 聯準會只有符合降級的理由 第二 失業率有沒有可能 是因為七月份 不管是颶風的影響 還是就業統計的誤差 所造成的短期上升 會不會八月份 又開始均值回歸 如果在九月份 到時候公佈的所有數據 都證明 第一 膨膨在下行 第二 失業率並沒有大幅拉高 那就是標準的金閥女孩經濟 軟著陸的機率就特別高了 就不多不少 剛剛好 對 現在數據就這樣子 如果你的數據 遠遠高於市場預期 那很抱歉波動也會加大 遠遠低於市場預期也會加大 最好是怎麼樣 全部符合市場預期 那就按著聯準會的步調來做 那我們根據INF 最新所公佈的失業率 現在美國的部分 在2023年失業率是3.6% 今年預估是來到4% 明年預估到4.2% 2026年4.3% 你不要覺得說逐年上行 那不是衰退了嗎 基本上美國的失業率 至少要來到4.7%以上 我們才能夠說 它有進入衰退的可能 為什麼 因為美國現在人口突然大幅度的激增 每個月是30萬的非法移民 湧入到美國本土當中 這個是值得大家來多做些觀察的 那另外一個 鮑爾很快會表態的 我自己個人認為 是他真正的降息理由 並不是看到衰退的風險提高 今年要衰退 老實說機率實在不太高 可能要到明年下半年才有衰退的機率 鮑爾現在降息的理由 基本就取決於通膨下行的速度 而有一些領先指標已經告訴我們 通膨即將打標了 像是美國汽油價格 油價的部分 現在美加輪大概在3.44美桶左右 你可以看到現在的價位 遠遠低於2023年和2022年 當時在暑假用油的季節 正常來講7 8月份 油價都會有慣性衝高 或者提前在6月份提前衝高 但本輪我們卻看到一個有趣的跡象是 現在即便是暑假已經過了一半 快要來到尾聲了 油價在第三季 幾乎沒有任何衝高的跡象 所以最危險的月份如果過了 後面應該就可以整個溫和的下降 沒錯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足以彰顯著 聯準會的緊縮軸期是完全結束了 接下來降息只有急降和緩降的區別 按照市場的普遍預估值 即便非農救援數據 這一波的大修正 也沒有導致市場上就認為一定會衰退 聯準會原本的預估值 9月份基本就是降硬 除非鮑爾有更顯著的談話 要不然聯準會是嘗試的把經濟 把市場的想像空間 往軟著弱的方向來拉動 不過我們在看最近 這個年輕人的部分 據說只有駕照的比例在下滑 這會另外一方面 再反映鮑爾所沒有看到的民間經濟 其實還是有一些潛在的問題 沒錯 所以我們剛才所討論的問題就是 至少不是停滯性通報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衰退 有沒有可能由於消費的疲憊 最終把整體美國股市的獲利 都給拉下去 剛才你所提到的 現在在美國的年輕人當中 19歲擁有駕照的比例 從1983年的87% 到現在只剩下68.7% 因為在美國不是16歲 就可以開車了嗎 沒錯 那事實上很明顯 那就是美國雖然汽車 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可是越來越開不起車了 汽車價格也飆漲了 所以你的邏輯是這樣 沒錯 我如果從現在的通膨角度 來看的話 年輕人不管是購房比例 購車比例 結婚比例 都在大幅下滑 這個是歷年來的一個趨勢 今年有一個特殊現象 大家應該有觀察到 今年元月份到二月份 突然之間核心通膨大幅的飆高 那一波飆高是怎麼原因 就是因為汽車保險費用 統一的調高 所以導致今年為什麼核心通膨 僵固性這麼高 所以如果因此調高之後 現在即便我們看到新車價格 二手車價格已經漲不動了 可是相對於去年 今年新車價格 年增幅平均還是漲了兩成到三成起跳 導致的效果是什麼 導致的效果就是在夏季 正常來講 夏季是旅遊旺季 很多美國人不准是自駕型 還是要出國 基本上都有非常明顯的旅遊消費 可是你觀察到有趣的現象 現在根據CNBC的報導 在經歷過兩年的強勁增長以後 你看到Z世代 我們看到的淺藍色是二四年 深藍色是二三年 今年夏季去旅遊的比例 Z世代從12%下滑到9% 就是1990後 2000年以後 遷徙世代的部分 1980後從35%下行到30% X世代從23%上行到24% 增長也有限 唯一大幅增長的是哪一個 嬰兒潮 對啊 陳彥哥 28%上行到34% 只有老人在消費 我不是二次大戰的時候出生的 對不起 他也不是像二次大戰 因為也戰的時候 但你可以觀察到 現在在美國的旅遊消費市場當中 幾乎沒有任何年輕人 或者中年人的聲音 全部都是中老年人 他也足以彰顯著 美國消費市場 的確有開始疲軟的跡象 包括預估接下來的工作 可能轉為失業的比率 目前也上行到了4.3% 持續的拉高當中 那其實我們看到 不只是美國市場 台灣市場也是一樣 我們看到國旅的部分 我們就不用講說墾丁 或者馬祖等等 你都瞭解到 從14年到20年 墾丁國家公園的遊客人次 從14年當時是837萬 現在每個月多少 132萬 每年132萬 這減少了8分之7 這一張圖很經典 這網路都在瘋傳這一張 說為什麼大家都不去墾丁 對啊 因為現在墾丁太貴 只能先去東京了 所以我們觀察到的 實質現象就是 全球的消費市場 的確都有疲軟的現象 可是剛才我們也提到說 第一 經濟數據 並沒有立即惡化的風險 它是一個消費趨緩的現象 而這個消費趨緩 最終會怎麼落幕 所以一路就這樣趨緩下去 我們都很清楚 在景氣循環當中 有一個獨立性的角色 會影響景氣循環的波動 是誰呢 就是聯準會 雖然我們知道8月9月 消費可能會持續收縮 可是9月份 他就要開啟水龍頭 9月份就要降息 有沒有機會幫助消費市場 能夠軟著陸 接下來我們就近看 Jackson Ho接下來把我的談話 好 所以這一次的 這個全球央行的年會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為什麼最近整個 金融市場稍微比較平淡一點 其實都在等 能不能有一些驚人的談話 現在央行是不是吃了 襯托鐵的心 就是要把房價給壓下來 一旦現代令做好做滿 會產生什麼影響 挺好 身為股市大戶 也是房市大戶的你 你怎麼看接下來的發展 比不上你 但是有一點見解是真的 照你的經驗來做觀察 事實上我們可以觀察到 本來在前幾個月之前 銀行其實早就自己在做現代了 有沒有發現今年大概從 我記得之前其實就有訊息出來說 銀行自己已經開始針對房貸 審核重嚴了 對 現在央行其實已經晚了幾個月 所以基本上現在的現代令 跟央行所採取的做法還是有區別的 首先央行這一次進行的 不動產集中過度的情形 來做說明和約談 他主要是進行總量管制 總量 就本來在七十二之二 銀行法的規定當中 本身不動產的總放款 就不能在總存款當中超過三成 那通常來到百分之二十八的時候 銀行自己就開始內控了 對 那有很多這種方式 他不一定是直接拒絕 拒絕跟你來做生代 很有可能就是把你的額度調得特別低 或者把利率調得特別高 或是叫你去做信貸 對 讓你知難而退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現在央行所採取的方式是什麼 是要進行總量上的控管 要確保不動產的貸款 佔總貸款預約不能太高 說明什麼 不代表不能貸 但是你公司貸款可以多一點點 你信貸可以多一點點 那這樣就把不動產的貸款比例 適度的壓低 那第二件事情 是在今年第三季的時候 由於除全息的關係 有大量的存款被領出 那存款一領出之後 這個72之後 這個不動產佔總存款的比例 瞬間就壓低了 因為他基本上 他的總額是這麼多 但是你存款跑掉了 沒錯 所以現在就要看一下 接下來幾個月 到時候外匯的出口 資金會不斷的回流 所以按照時間 照來講是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 央行現在做的事情就是提前約談 提前告訴你該這樣做 提前要稍微留意一下 自己在不動產放貸 面臨的問題 自己稍微內控 提醒一下 對 那這是央行的做法 但是其他部會也開始採取了一些行動 在昨天 陸續都發表新聞稿了 首先是財政部的部分 財政部 這一次又抓了非常多的投機客 39件的人頭戶 34件的轉租 主要是針對新清安 我們都很清楚 新清安雖然沒有年齡的限制 可是一定要是首購 而且不能夠租人 也不能用人頭戶 像我50歲也算青年嗎 當然算 你算是大齡少男 他沒有年齡其次 但是現在很容易被查到 原因是什麼 因為很多人是轉接轉租 你用新清安買 但是租別人 有時候租客還不知道 這是新清安 真的去申請了租金補貼 這個時候就查到了 要不然就是用人頭戶 有人去檢舉你 仇人很多的也要小心 這個就活該 所以你要了解到 財政部現在也非常明顯的表態了 新清安政策雖然不會停 可是我們會時時關注 是否有投機現象 再來就是金管會了 你說這個時候 跟金管會有什麼關係 金管會現在通常 我們在財經宣都知道 金管會大部分都受理制 有人投訴 他才開始動作 最近金管會收到非常多的投訴 投訴什麼 投訴很多 本來前兩年買的預售屋 今年要交屋 結果通常我們都知道 建商通常已經幫你 談好了幾間銀行 結果到了今年 這些建商發現自己好像 談不到自己的條件了 所以就叫你自己去審膽 這就導致很多人 現在面臨著建商被迫要 就是被建商收違約金的困境 換句話說就是 正常來講 你要給我一定的時間 即便是現在現代率 你應該都要延長交屋時間 但是很多建商就說不行 你直接違約了 你要付違約金 那這個馬上就把投訴信 應該是說原本建商談好了 但是現在不行 叫你自己去談 條件可能就不好了 對 而且你要給我一定的時間 所以金管會直接受理了 他主要是為消費者來把關 所以你看到央行部會 財政部還有金管會 都採取了一定措施 可是這件事情 能不能在新聞稿發布以後 得到一個結果呢 答案是不行的 因為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最大的問題還是來自於 行政部門跟央行部門 當中的矛盾 為什麼 這個財政部也發新聞稿了 這個金管會也發新聞稿了 可是最差的是誰 最差的是內政部的新聞稿 內政部才是推行 新清安的始作俑者 內政部到現在為止 還是鼓勵手購族去買房的 對不對 沒有結束 就是他們一直限制 然後這邊一直叫 鼓勵大家買房 對 所以兩者是矛盾的 所以你說 央行請銀行喝咖啡 真正應該喝咖啡的 是內政部要跟央行 坐下來好好抬一旦 內政不喝拿鐵 他就不喝那邊的咖啡 但你可以觀察到 如果按照新清安的撥貸情況 在二十三年七月份上路以前 其實就有舊清安了 舊清安佔總房貸的放款 當時只佔一成而已 一成 現在多少 接近六成 天啊 成長這麼多 所以你說 現在都投機客在吵 現在就是新清安而已 你只要新清安 能夠適度的抑制 照我來講 基本上信貸擴張 就不會這麼快了 所以現在我們常常在聊 聊這個喝咖啡 就是央行在請銀行喝咖啡 銀行又找VIP過來喝咖啡 但真正該喝咖啡的是誰 是內政部和央行 兩個應該好好坐下來 到底新清安要不要持續持續 如果新清安要持續的話 央行肯定要放鬆 如果新清安不持續了 那這個時候要了解一下 那接下來在過去幾年 新清安買到房的這些人 他要如何解套 他要如何接下來 再因應新清安提前取消的局面 所以這個是值得大家 所觀察的方向 當然這個房市的問題 應該也是越來越複雜 不過也影響到最近 大家投資股市的意願